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七仙女来到现代 下凡打怪的故事,仙女特工队 人间最近异象连连,七仙女借着查案跑下凡 成为时尚现代都市女 反正来都来了,那先玩一圈再说 既然尝尽人间美味,等玩得差不多了 终于想起正事了 晚上几个小姐妹经过一条街 发现那里有一股强大的怨气 他们召唤出当地的土地公 土地说这附近有个学校是经常出事 那么为了调查清楚,几人扮成学生进入学校 还拉上了一把年纪的土地公 刚入学几人就成为扮花了 被很多同学是热情款待 唯独小七的同桌小白显得异常高冷 当然了,美女转学生一般都是会被嫉妒的 这不,一群非主流妹子就围攻了他们 几人悄悄盘问了一些学生关于学校的怪事 那结果学生们也不了解 传来传去变成了鬼故事 没多久,几人在篮球场被一个富二代调戏了 为了教训富二代 一个仙女用法术定住了她的球 就在其他人嘲笑富二代时 小七却发现了自己的同桌小白的异常 只见小白带着一个同学走了出去 等她追出去时,小白已经没了踪影 第二天就发现了昨天和小白出去的同学 脸色苍白像个痴呆儿 她已经被吸走了魂魄 小七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小白有关 于是几人决定重点观察小白 几人在校园里拦住小白 小白却试口否认昨天和那个同学在一起 就在几人纠缠不清时 小白突然头疼地蹲下来 眼睛射出了两道红光 大喊了一声 救我 就跑了出去 你说你跑了 别人还怎么救你啊 几人一路追追跑跑 结果半路上冒出来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怎么这么多呢 拦住了几个仙女的去路 其中一个仙女留下来和富二代周旋了 另外几个则继续去追小白 留下的那个仙女戏弄了富二代一番 他对着富二代施了一个法术 富二代就拿着球猛拍自己的脑袋 那其余二人也在一片树林里追上了小白 小白正拿着把匕首准备对一个女生下手呢 二人赶紧施展法术制止了小白 小白立马就被定住 这时剩下的几人也赶了过来 就在他们准备对策时呢 一个穿斗篷的人带走了小白 几人只好继续追 原来小白的爸爸得了重病 为了逆转乾坤 他请来了几个巫师 巫师施法让小白产生幻觉 然后去学校带学生回来施法 等清醒后小白就会忘掉自己做过什么 可是小白偷听到了爸爸和巫师的对话 于是他和爸爸摊牌了 不想继续被父亲利用了 结果巫师背着他爸爸继续操控着小白 原来巫师是一只狐狸精和斗篷男假扮的 他们的目的不是帮助小白爸爸 而是利用魂魄成魔 现在距离他们成魔还差七颗仙丹了 正好需要七仙女主动送上门来 为了俘获七仙女 斗篷男在树林步伐下阵 利用小白将几人引来 果然六个仙女上当了 小七则和土地公对付狐妖去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斗篷男居然是二郎神坐下的孝天犬 你这不扯的吗 孝天犬是布满天界 于是走上了邪魔外道 说着六仙女就和孝天犬打起来了 但因为孝天犬设了阵了 那么一会几个仙女就倒地不起了 但小七很快就赶过来 和孝天犬打了起来 土地公趁机赶紧救人 小白也在这时清醒了过来 还为了救小七被孝天犬打中 这时太神老君出现了 没想到太神老君 居然是这么个小屁孩啊 老君将孝天犬变回了一条狗 最后七仙女也成功回到天庭交叉了 而小白的爸爸也嗝皮了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要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更不要为了利益去迫害别人 好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